YOYO,What's up bro? 原本要跟大家說早安 今天是我們東京第二天的行程 那我們第一站會先來夏北澤 吃個午餐 出發囉 原本要說GoGo GoGo 今天要來吃這家天馬屋的咖哩 Go進去啦 這是我們今天的咖哩飯 還要點一個 這叫什麼 橘炒咖哩 起司咖哩 起司咖哩的口味 來吃吃看吧 我要趁熱吃 咖哩就是要趁熱吃才好吃 咖哩跟雞子還有一粒麵呢 咖哩的味 又很好吃耶 這個是點對 我是剛剛只選豬排飯 沒有選這個 丟厚 那個豬排裡面啊 肥肉 但是我剛剛咬到那一口是瘦肉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兩個都點對 很意外耶 它的豬排的肥肉的地方 我敢吃耶 不是油膩的 是化掉的那種 少數是肥肉的 你可以 真的非常非常少數是肥肉 我可以吃的東西 好意外喔 日本的咖哩都可以那麼好吃 每次來吃咖哩飯都不會 後悔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真的想要試的 就是它那個咖哩麵包 嗯 那不應該很好 它的咖哩 日本的咖哩都不會 它咖哩麵包 比較像是那種外帶在吃 現在換我來吃 我們先來吃一片豬排看看 我覺得它這個豬排是真的很講究它那種耶 它裡面很嫩 然後是入口氣化的 但是外面的皮 又可以用得酥酥脆脆的 真的很講究 這裡面就是包肥油 可是你會覺得入口氣化 然後那個 沒有油脂感 對 因為有一些油脂感吃起來會是那種 很噁心的 甚至可能會有一點想吐 沾一點咖哩醬來試試看 哇 他們家的咖哩醬比較偏甜 對 一方面也是我 我點的是沒有辣的 但我覺得它的味道是 很甜很甜的那種耶 就是從來沒吃過這麼甜的咖哩 對就是 蔬果的甜 不是那種 有那個膩的甜 這個甜很舒服 這種咖哩就會 一口接一口 然後一下就把它吃完 難怪要那麼多飯 來試試看 這個起司包飯 這樣子 對 都是起司的咖哩包飯 怎麼講呢 我覺得這個起司好像有一點 對我來講太多了 因為我今天 是期待說的就是來吃咖哩飯 所以 多一個味道可能 個人口味上不是這麼的 我覺得太多了 對 但一定有人覺得好吃 所以就站好看看 我要專心吃我的咖哩飯了 我覺得還是他們家豬排好吃 豬排真的厲害 我們從車站出來走一段路之後 現在已經快要到好的市了 今天是星期一天 好多的是有一些人 這個寺廟它 最為人知名的 就是有很多的招財貓 但其實不是招財 是招福 我們進去看看吧 不然是星期會 我們有一個小花 今天是星期三天 大陸 我們從來看的 每天都在延長 都在一天 都在群星期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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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群星期三天 都在群星期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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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寶 那是什麼東西 你說媽咪 媽咪 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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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是真的是很熱門 這邊有賣招福貓 但是被大家買完了 有沒有看到 好像沒有一些 ok的sold out 都沒賣完了 沒關係 我們 去許個願 如果願望達成就再回來還願 這樣就好了 好啦 許願完成啦 我剛剛許的願望是希望我的頻道可以在2024年突破1000訂閱 好啦 許願完成啦 我剛剛許的願望是希望我的頻道可以在2024年突破1000訂閱 那晚餐時間 我們要來吃蕎麥麵 這一家 香根小 安還是肉 安 我們的晚餐很貼心 有英文的菜單 這一個是蕎麥麵 然後炸蝦天婦羅 我們有點一個 然後下面的話這也是蕎麥麵 但這邊的話是鴨肉 對是這種有醬汁的鴨肉 這個就是蕎麥麵 天婦羅 那這是湯的 要蘸鴨肉 吃吃看吧 我們現在來試吃它的冷麵 蘸這個醬汁 它蕎麥麵的醬汁有加一點芥末 所以吃起來會稍微有一點辣辣的 但是 就是因為有一點點辣辣的 所以會覺得說在口感上 多了一種吃雞 這種醬汁配這個麵 我會想吃第二碗 但我們還是保留一些胃口 等一下來吃甜點吧 蘸鵬你要吃草莓嗎 好喔 我們去超市買了這種大顆的草莓 給蘸鵬吃 好嗎 好 那爸爸去洗草莓給你吃 等我一下喔 來,蘸鵬給你吃草莓 OK 蘸鵬說謝謝 謝謝 謝謝,好 乾杯 你吃啊 你吃啊 妹妹 對 草莓 對,草莓 對,草莓 草莓好吃喔 你要咬啊,要咬開 妹妹要咬開 對 這個草莓不會酸 這是甜的草莓 要好好吃對不對 我們一冷一顆 乾杯 我們乾草莓 把它吃掉 把它吃掉 OK 好,手指頭出來 擦一擦 吃完了 好吃嗎 好 說好吃 對 對,草莓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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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草莓好吃 爸爸幫你調整青頭喔 好 我們來複習一下 我們今天去哪裡 好不好 好 好 我們中午吃什麼 我們中午吃咖哩飯 對不對 咖哩 咖哩飯 我們下午有去一個 都是貓貓的寺廟 叫什麼 貓貓 對,回來 我們回來 你對貓貓有興趣喔 好吧 看下圓貓拋走了 去追他 掰掰 好啦 這一集先到這邊 如果喜歡以上內容 歡迎按讚訂閱留言分享 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請訂閱